好,各位朋友,我们现在呢,在处理的就是这一个部分,各位可以看到,这个图呢,是跑出去,我们一般所谓的什么,初学,对不对,然后呢,你看,这一张图,跟这一张图,有没有,这两张图是什么,是重叠在一起的,换句话说,这一次呢,我们在学日本版型呢,有这两个部分要处理,第一个不规则的图形排列, 第二个是什么,图片排列的顺序,那个顺序有前后,我们是可以去处理,谁在上面,谁在下面,这两个东西呢,基本上是很重要的,那各位看一下,你这边如果按一下,有没有,我整个都跳出了,这就是日本杂志,这个就是日本杂志,我看到,你看这个初学,对不对,这是初学,那个上过我杂志的课,或比较听我上课讲这个东西,就叫初学,初学有时候会给我们一些视觉上的震撼, 你看,那这个照片都是不规则的,当然这几张照片的排列有它一定的意思,这几张照片排列跟文字会产生意思,但不管,我们可以看到,这个东西呢,这个地方是什么,这个地方是初学,对不对,基本上呢,这个地方是初学,你们可以看到,有没有,这个地方是初学的,这个地方是初学的,有没有,初学,然后再看这个地方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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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地方是什么,上下,把它整个连在一起, 这两个东西呢,就会变成是非常的重要,然后我们再来看看,你当然按一下就不见了啦,一样,我们在对比的话,老师就跟着他学,这个地方有初学,对不对,然后这个地方,这两个是并在一起的,然后这些照片,是扣紧着我的主题,我们谈猫空,真的,有空去逛一下,看到这个东西呢,就,就,你说我要做广告也行啦,随便你, 那一天我去,真的很漂亮,你看,有绿的,有近景,有特写,有远景,有远景,有特写,过成一个图文整合,那基本上你可以看到,我基本上这样一个故事呢,是从这个杂志来的,同时我跟你讲,刚开始我们比较怕,我们去研究日本杂志,看人家的图文整合,慢慢的你就可以一步一步的进步,其实呢,我其实没时间啦,我很想把这个做成什么video,对不对,你看这样子啊,图文整合,这里有一个video是不是又不一样, 对啊,当然不一样,那你如果愿意搞的话,这里,这个可不可以做成flash,那个啊,我们说image gallery,有没有,那个simple view啊,以前有上过的同学,看,这边点一点,按一按,你看猫空,点一点,按一按,这边照片一直换来换去,换来换去,是不是力道又不一样,然后这边可以是个video啊,很多游客如知,一按video就跑啊,我们就可以从日本杂志的很典型的传统平面的图文整合,我们去研究这个图文整合,在视觉上的版型的张力, 然后把它转换到什么,转换到我们网路的,然后再从一个二维的,文字加图文变成什么,可能有gallery,那可能有video,然后这样互动啊,你看我这个就互动,对不对,那我们就可以做出一个很不一样的部分,那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来教这个部分,等一下我们好好来学,注意啊,就是这个,如何,就是不规则啊,就是一个不规则嘛,它其实如何,初选,形成不规则,还有这两张照片,当重叠的时候,怎么来决定,谁在上面,谁在下面,好, 好,先讲到这边,谢谢各位